好 年假结束了 天气也跟着结束 7号开工又湿又冷 那8号起呢 封面是远离降雨趋缓 不过气温还是偏低 伴随局部的短暂雨 一直要到周五水气才会减少 气温才会明显的回升 不过到了周日又会有封面来报道 气温是下滑 提醒民众出门的时候 是是保暖 攜带雨具了 年假结束 7号开工日又湿又冷 受到封面通过影响 东北季风增强 天气不稳定 不过8日起封面远离 水气趋缓 气温率有回升 周三周四 仍受到冷空气影响 花冬伴随局部短暂雨发生 这周的天气大概还是一个 比较失能的天气状况 比较好的情形大概叫做11 12 尤其是12号星期六的时候 天气会更好一个情形 8号封面就已经出去了 然后整个高压下来 到9号 10号都会影响到我们 但11 12的时候 天气会更好 所以天气会比较好 13 14又另外到封面下来的情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周的天气概况 温度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从8号 9号 10号开始 温度就慢慢上升 然后基本上 因为我们在阴封面 所以还是有些局部地方 有一些短暂雨 然后到11号 12号 我们可以看到12号 大概是这一周天气最好的 我们还预测说花莲 可以看到阳光 晚上可能云 大概还可以看到 月亮一个情形 不过刚才已经说过了 13号大概是有另外一方 封面下来影响我们 所以13 14开始又受到 另外一波的封面影响 周五开始封面减弱 气温回升 周末天气好转放晴 而下坡封面将在周日通过 届时水气增加有雨 气温也随之下降 提醒民众 春天脚不接近 气温变化明显 适时增添保暖衣物 攜带雨具并做好防疫 接着讲帮演华联士报导